我是Jeremy 我是Alex 我是美國肉類出口協會的Alex 大家看過我們上一集嗎? 給你滿滿的美國牛肉知識 而且還教你如何燙肉片最好吃 今天我們下集又... 我們又回來了 對 歡迎Alex 那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今天上次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有介紹美國菲瑞牛肉 美國拿可牛肉這些 alternative cuts 為什麼要推廣這些 大家少見的牛肉呢? 好,大家從這個圖可以看到 我們吃的牛肉其實很多部位的 樂眼啊 紐約克啊 叮鼓啊 菲利啊 牛小排啊 這都是我們常吃的 還有中國人最常吃的 牛肋條、牛腱 可是還有很多部位其實是我們沒有吃過的 你剛剛講的其實就是這一小段而已 對 這邊而已 腰脊部或肩胛部這些板腱啊那些 牛這麼大隻我們只吃這些 難怪是鬆鬆 全世界都在吃 而且全世界人吃的就跟我們差不多 我們幹嘛跟別人一樣 所以這幾年我們就一直在開發一些新的部位出來 比如說我們今年要推的菲瑞牛肉 菲瑞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它是這個後腿部 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很適合做火鍋的 或是肉絲肉片 這個產品也很少在亞洲市場看到 日本、韓國其實他們也不少見 那所以說我覺得我們台灣如果要吃價格合理 又實惠的牛肉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去試看看這些部位的 不要只是這些幾松松 大家都來吃的東西 這裡 這裡 全部都要吃 全牛都要吃一趟 所以我們就要藉由 Alex Jeremy 來幫我們推看看 這個部位肉要怎麼樣去運用 大叔已經跟大家講 要怎麼燙比較好吃 可以怎麼煎 或怎麼烤 大叔到底還有哪些比較特殊 比較酷的烘調方式 來煮這些美國菲瑞牛肉呢? 今天貴賓的來臨我想了半天 終於想到一個很酷的東西叫做 Reverse Stir Fry 逆勢熱炒 他怎麼樣去做呢? 我們來看看 Let's go 逆勢熱炒 平常你聽到熱炒肉絲這道菜 你會覺得說是要怎麼樣來做 嗯 先把肉切好以後 加一些醬油麻油下去醃一醃 然後再下去炒 大叔今天要介紹一種不同的方式 叫做逆勢至少 什麼逆勢就是相反的意思 就是Reverse 不先醃 不先切 這是什麼 整片的一公分厚的美國菲瑞牛肉 先煎 再切 再醃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逆勢熱炒 Reverse Stir Fry 好 鍋子熱 加油 就直接整片下去 喔 這樣子好 喔 蠻特別的 因為牛肉有80%是水分 切濕了以後再去煎 水分散失是不是太快 對 對 沒錯 如果切濕的話 它水分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它來不及蒸發 我們就變成在水煮牛肉了 OK 金黃色出來了 金黃色馬上出來了 五分熟就上色就可以起鍋了 你切濕之後 如果是要把它煎到表面都已經上色 你裡面可能已經過熟了 對 這樣就不好吃 沒錯 先煎再切的技巧 Reverse Stir Fry 就可以確保你 外表有梅納反應 煎得香噴噴 但是裡面的肉沒有過熟 吃美國牛肉 我基本上都不太會醃 原味 好 你看 不到一分鐘喔 香噴噴 其實我有點想直接切吃牛排 但是我們今天是要做蔥包牛肉 所以說 下一次吧 再一次 對 一樣就是切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切成你要的那個厚度的肉絲 這樣逆紋切的話 你就是比較不會有咬不斷的感覺 肉煎成牛排再切肉絲 這個真的是 我們還沒 還很少見到過 一 大叔法名 這個方法解決很多人的問題耶 聽到人說老人家比較適合吃菲利 纖維比較細 比較容易咬 但是如果照你這樣的方法 我也不用買那麼 花那麼多錢去吃菲利 不用買菲利 買菲利就可以了 對 我們現在不是說菲利的嫩度是一樣的 但是只是說你用 適當的技巧 你可以把就是 alternative cuts 變成還是十分嫩的 不同的部位要用 對應不同的方法 對 這 就是 看大叔影片的原因 醃的料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進去 加入一點醬料的話 它還是可以吸收的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的 Reverse marinade 逆式熱炒 不單單只是先煎再切 你可以先炒再醃 不會 絕對不會有人說這個肉沒有入味 你現在吃一口 絕對OK的 很嫩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 很好吃啊 太棒了 這樣就夠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炒一些這些 蔥薑蒜的東西 等一下就可以完成了 首先先熱鍋 中火就好 洋蔥 切絲 今天沒有要炒到 完全焦糖洋蔥的部分 但是還是希望它有上色 微微的 金黃 這樣子會比較好看 然後口感也會比較好 炒到微微焦黃 我們現在就加入 白色部分的蔥絲 綠色的部分我們切條 最後才會加入 各種蔬菜它需要 煮熟的時間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燒焦的時間也不太一樣 洋蔥的時間需要最久 其次是這個白蔥的部分 接下來才是 薑炒天椒 再炒個一兩分鐘 大蒜一定要最後加 稍微略炒之後呢 加入一點高粱酒或紹興酒 我去玩高粱加了太多了 蠔油 那青菜就炒熟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全部的材料 再組合起來加熱 我們剛剛加入了 其實不同的那個醬汁 但是你看 它幾乎全部都被吸收掉 裡面還有剩餘一點點 表示你炒過的肉 還是可以再醃 還是可以再入味的 這一點很重要 稍微攪拌一下 立即立刻起鍋 家裡也能炒出 握氣十足的 美國Favorite牛肉 蔥爆牛肉 完成 大叔又創造新的中式料理了 很多中式師傅可能 要來看我們的影片了 哈哈哈哈 你們的逆世熱炒菲瑞 完全沒有 嫩肉筋或是腌任何東西 也沒有果粉 這個是厲害的地方 當然我們菲瑞牛肉炒出來 這個已經變這個顏色 其實美國菲瑞牛肉 或是一般的美國牛肉 它在顏色上是不是 大部分都呈現什麼樣子 對 因為美國牛它應該是 玉米釋養的古物嘛 它的油花會變得比較白一些 美國牛肉 因為它牛養的時間比較短 大概二四個月到三十個月 大普 意思就是它運動的時間就比較少 其實相對的 對 跟草式牛比同樣的部位 它的纖維會比較細一些 這是它幾個特色 就是草式牛的話 有些人會覺得有草味 吃什麼又變成什麼味道嗎 吃 其實肉本身它是沒有味道的 最重要就是那個脂肪 脂肪其實跟它吃東西會有關係 就像譬如說美國牛它主要是吃玉米的 它有一些脂肪 會累積在肌肉和肌肉纖維之間 就我們講的油花 所以這是美國牛肉風味的來源 對 上次有觀眾詢問我們就是在好市多 都是美國牛肉 它不確定到底是冷藏還是冷凍 是不是冷凍過來的 然後再放冷藏 然後再切給大家吃 他們架上的冷藏肉 在美國就是用冷藏的溫度 零到正負二度C 暈過來的 用冷藏的方式銷售 從來沒有被冷凍過 對 所以看到冷藏肉 你可以安心的買 你就可以看它的顏色 可是顏色還有一個技巧 有一種包裝比較不一樣 貼體包裝 它沒有跟氧氣結合 肉的顏色比較暗一些 並不是肉有什麼樣的問題 而是它有沒有接觸到空氣 缺氧 對 你就會變色 保存肉的溫度很重要 對 一定要在冷藏的溫度下 如果你拿出來 盡快把它吃完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的 吃不完 給我們在這裡煮給大家吃 你家會很多人過來 他只是想要來吃 我覺得也應該開放 好 還有很多人想要問我們 就說怎麼樣分辨組合肉 今天我們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這個大手筆的東西 我們就來看吧 Let's go 嗨 組合肉 今天很厲害 我們今天這一塊是什麼 不是組合肉 它是圓肉 從美國飄洋過海來 從美國就長這樣 對 就是這樣 它完全沒有解凍 就是冷藏的狀態 Chuck Eye肉 我們俗稱梅花肉 也就是比臉大牛排 嗯 是比我的臉還大 那今天買這塊肉要幹嘛呢 我們就是要這一塊原肉切出來 讓大家看一看 原肉長什麼樣子 嗯 其實大家對一個觀念 其實有一些誤解 就是組合肉 組合肉好像就是 不同部分的肉拼湊出來的 可是其實有些肉 並不是組合肉 看起來好像是不同的肌肉 其實它是同一個原料肉出來的 喔 就會被誤會以為是組合肉 但是其實它不是 它是冰清浴結 從美國這樣子 裝包裝過來 沒有被污染過的 對 因為它只是不是獨立的肌肉系統 它是複雜肌肉系統組製成的一個部位 今天大叔他們 Jeremy他們真的下了重本 來整個這一條大概7公斤左右 切開來讓大家看裡面 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Let's go 那這是我們剛剛那個真空包裝 通常我們把這個真空包裝 拆開來的時候 都會用這樣子 我知道 大叔要在磨刀了 先把它切成這樣 這個部分 一個I字型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希望肉汁流到滿桌 真的耶 好 所以這就是整個chuggy roll 是 我們俗證梅花肉 整個的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雞肉團 對 這裡就有三大塊 有很多雞肉團 對 所以說這個原料肉 並不是不同的部位組合起來 它就是一個肌肉系統 這個地方是靠近肋眼的 肋眼的部分 比較小的地方是靠近肋眼的 比較寬的地方就是靠近肩胛部 我們切兩刀好了 刀這邊 一刀這邊 這邊嗎 對對對 要切牛排後就2.54公分 一寸 我都是5公分好不好 好棒的牛排 肌肉 對你看這裡 就1 2 3 4 5 這個就是5塊肌肉 對 你看它這個顏色是比較暗一點 但是因為它還沒接觸到氧氣 你看這個顏色 分辨有沒有 紅 暗 接觸氧氣 沒有接觸氧氣 不然那個靠近 我就先打快一點好不好 好 豪邁 那還用說 哇 因為運動的地方越多 肌肉團一定會越複 對 你可以看到說這裡的 油花 跟這裡的油花 就真的有不一樣 這並不是我們 從別的肉把它放快 又在這邊 它本來就是好多肌肉團在這邊 臉一樣大的牛排 我們臭怪你了 你是天生就長這樣的 未來我們還會帶來更多 美國牛肉的好料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Cheers 拜拜